他们总说你太敏感吗? 给高敏感的你那些停止精神内耗的句子 现在我明白了我所经历的一切 一直在帮助我意识到这一点 不是要从外界获得爱 而应该从内部获得爱 我要爱自己 我一直在努力自助 阅读所有有用的书 听所有正确过自己人生的方法 这不是一场思想之旅 而是一次心灵之旅 若我们为了成为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而付出各种努力 那么首先最应该的就是停止努力 我们都在做选择 人生到最后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别人的眼光和意见 仿佛落在身后的烟花 虽有一时照亮 但留不下很急 人就是这样 对于某件未知的事情 因为在意 所以焦急 因为焦急 所以要去琢磨 因为琢磨了 所以我们变得不淡定了 不止如此 我们常常会因为未知的一切 而活得不淡定 天空还是下着雨 可是窗台上的太阳花开得灿烂又明亮 因为它自己就是一朵小太阳 不需要靠着别人发光 天空还是下着雨 可是你心里的乌云渐渐的散去 因为你内在的某个角落也开出了一朵太阳花 静静的发光 你不必控制情绪 情绪就跟气象变化一样 是自然现象 有时是恐惧 有时是忧伤或愤怒 情绪并不是问题所在 关键在于如何将情绪的能量 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对自己说 现在 这就是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在这里 此时此刻的我 顺其自然 我选择顺从生活 不再挣扎 我接纳此时此刻 让一切 顺其自然 我们对很多人都有一定的期望 总觉得需要他们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快乐安心舒服 这就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放在了别人的手中 没有为自己负责 因此才老想去改变别人 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干一件蠢事 口口声声说要幸福 可是始终把自己幸福的权利 放在别人的手中 我们能给自己的精神成长 做出一个最重要的选择 就是释放所有批评 对别人的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 我们一直有思考好想法 坏想法和中间想法的选择 拥有善良的和关爱的想法越多 我们越会把善良和关爱吸引到生命中来 我对别人的爱和接受 每时每刻都折射到自己身上 烦恼是自己引发的痛苦 不要让脑中的念头决定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 因为那不是真的 如果你继续相信这些念头带来的错误讯息 你大概会又累又不快乐 你要接管那些念头 告诉他们 你们只是幻觉某体中的虚构事物 我可以看穿你们 看到真正的事实与理解 赶走对你大呼小叫的严厉声音时 心中请默念爱这个字 我不会让脑中的念头害自己精疲力尽或被贬低 碰上压力与阻碍时 我会慈爱的对待自己 在心灵成长的道路上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看待自己 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和认识来自外在世界 那些评断和批判的声音 让我们时常自责 对自己不满意 不停的想要做到最好 然而 外界带来的满足感只是暂时的 真正的快乐源自内在的力量 而爱自己 就是看到外在世界的假象 相信内在具足的自己 倾听内心的声音 而通过练习 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我觉察力 发现内在的力量 亲爱的 焦躁不安的时候 就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是一棵山中的树吧 并且要像一棵大树展示全身的叶片那样尽情放松自己 感觉阳光 感觉清风 感觉空气和水 然后用一个接一个的深呼吸进行你的光合作用 如此 你的微笑就是 这棵树上所开出来的一朵美丽的花 愿你平静 愿你阳光 愿你无所畏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